前几天网友小伟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感情故事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我和我现在的女友已经认识了三年 却迟迟没有结婚 其实说起这个话题也让我想起了当时和他认识的过程 那个时候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因为学校组织了一场唱歌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踊跃报名参加的 当我们都报名参加过后 班主任和我们说 这次比赛和往日大有不同 现在是从我们班级挑一名同学 和另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搭配 我一听天哪 我本身就是一个看见女生就满脸通红的人 万一我的搭档是个女生 我该怎么办呢 时间过得很快 明天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 明天就是我们比赛的日子 我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我得知我的搭档竟然是个女生 当这个女生上台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 尤其是当她张开嘴唱歌的那一刻 我已经忘记了自己 从那一刻起 我就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于是在比赛之后 我跟她要了联系方式 每天都不停的找她聊天 通过我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 她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们开始同居了 因为大学毕业 都面临着就业的困难 很多人都在找工作 因为我的女友 她从小在家娇生惯养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所以在她找工作的时候 没做多久就给辞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却和我说 她吃不了苦 坚持不下去 只想躺在家里 听她这么说 我也能理解 后来我就让她每天待在家里 看电视 玩手机 睡觉 时不时的还出去逛街 日子过得很悠闲 可是不相处不知道 我每天上班回到家 就看见她躺在床上 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都累得要死 回到家还要给她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我心想 她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 不会做也情有可原 只要慢慢学 总有一天会会的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 她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话 还是整天摆出一副 大小姐的样子 让我去伺候她 每天衣服都堆得满 屋子都是 房间里的卫生 也不知道打扫 我说她几句 她还反过来和我争吵 时间一长 也使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发生了变化 我多次和她说过 你可以不去上班 但你起码要做一些 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吧 什么都不做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靠我一个人 我真的有点吃不消 是 你是家庭条件好 不在乎荣华富贵 但你也要为我考虑一下吧 我虽然可以养你一时 但你永远都不思进取 我恐怕真的伺候不了你了 你这人大佛 我真的供养不起 只希望你在接触 下一段感情时候 记得多替对方改变一下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可以 我就是想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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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的想法 我就是想去找你 你带我